权力 胡适增说过一句十分精辟的话 真正的阶级划分是缴税阶级和实税阶级 而所谓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实是同一阶级 意思就是资本家哪里有剥削的资格 所谓的资产阶级和无边阶级都是被统治集团剥削奴役的命 建国后 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时间里 在没有私有经济的情况下 老百姓连基本的温饱都解决不了 这已经充分证明我们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制度优势 改革开放后 允许私营经济发展 然后加入世界贸易体系 依靠着十几亿的廉价劳力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才会快速发展 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 没有之一 资本本身没有错 中国福利待遇最好 严格遵守劳动法的企业几乎全部是外企 外企工厂也是底层打工人进场的首选目标 全世界发达国家更全部是被他们定义的资本主义国家 而且严格意义上讲 全世界都是资本主义国家 只不过分为私人资本 权贵资本 或者国家资本 世界上也从不以资本和非资本来区分一个国家 只会以民主和集权来区分 私人资本其实还好 权贵资本或者国家资本最终会演变成多数人养活少数 权力不可私有 财产不可公有 在我们这里刚好是颠倒的 财产公有的话就容易被掌控权力的人窃取 权力更不可私有 因为会为所欲为 大多数国家的人民并不会对资本或者富人产生敌意 因为各种会规章制度健全完善 政府监管到位 公会真正维权 老百姓在私企和国企上班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而且他们国企的待遇是需要征求全体国民同意的 体制内外待遇也不会出现十分巨大的差别 所以问题根源不在富人不在资本 只要监管到位 资本绝对会造福整个社会 静高 Seth 你真不 questions 你真不 Schüler 我听听没casrue 走 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